四川之战后,马贵认为这仗是打不赢了,便只留下少部分兵力在卫山附近监视加藤清政,然后自带主力退回庆州。 刘廷得知消息后觉得自己千里迢迢从四川来到朝鲜,不能白跑一趟,便又派人联系陈林和李顺陈,计划对顺天发动攻势。 然而战斗打响后,刘廷又黄点了陈林,导致水军在战斗中损失了二十几条战船和一千多精兵。 因为这件事,陈林与刘廷翻脸,也为后来水军坚决反对议和埋下了伏笔。 10月初期,刘廷感觉顺天难以攻克,下令撤退,至此西陆军也退出战场。 三陆明军皆被击退,消息传回日本,岛金一红得到了五大佬的重赏。 德川家康和钱田利家,以实际掌权者的身份,赏给了他一把刺长光刀,以及四万石的封地。 受此大赏,岛金一红春风得意,然后他就飘了,让人放出豪言,先破星舟,再去汉城打到明朝去。 岛金一红的吹牛之词,很快传到董一元耳中,结果董一元居然信了,跑去找刑界汇报情况,说坏了坏了, 倭寇要打汉城了,我们要早做准备。 面对如同二货一般的董一元,刑界差点没气晕过去。 当场怒骂道,倭寇摆明是胡吹,你缺心眼啊,这种鬼话也能信。 骂完董一元后,刑界派人给岛金一红带话,你别嚣张,带我整顿军队,再来相斗。 相比董一元,刑界明显是有脑子的,虽说日军在四川胜了,但此时的形势仍然是明军占有绝对优势。 如果再接着打,日军肯定是难以支撑。 事实果然如刑界所料,使者到四川宣战后,岛金一红沉默不语,不敢再吹牛了。 与岛金一红打了一通嘴杖后,刑界指导瞒不住,便将战斗情况如实向朝廷汇报。 很快,万力的处理意见就下来了。 董一元指挥吴方,剥夺公保,将三级关接。 彭信古玉下吴方,冲在军中,戴罪立功。 战斗期间带头逃跑的几个将领,消首示众。 10月11日,刘厅又折返回了顺天,得知刘厅又来了,小溪刑场烦死了。 此时的小溪刑场已经毫无战意,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安全撤军回国, 以及回国之后如何应对封臣秀吉之死导致的复杂局面。 小溪刑场不想打,刘厅也是敢压子上架,于是两人便又开始了谈判。 这次是真正的和谈,没什么阴谋诡计。 见小溪刑场与明军议和,岛金一红也马上派人与董一元讲和。 岛金一红主动给台阶下作为败军之将的董一元,自然是当即表示同意。 这两场谈判很快有了结果,刘厅和董一元均表态可以放日军撤退。 11月初,岛金一红派人联络小溪刑场嘉藤清正、丽花宗茂等人, 说上次咱们侥幸取胜,下次就不一定了。 所以现在应该见好就收,大家一起退到釜山,等着腾堂高虎的水军来接咱们回去。 日军诸将早就想走了,所以纷纷表示同意。 11月18日,嘉藤清正第一个行动,主动放弃卫山登船回国。 马贵文讯,一面派兵占领空无一人的岛山和卫山,一面派人回国报捷,说什么卫山大捷。 嘉藤清正登船之前,岛金一红也准备打到回国。 原计划于11月17日撤退,得知友军纷纷撤退,小溪刑场急了。 小溪军团所在的顺天离釜山最远,并且一直处在明军的包围之中。 如何把这一万多人弄出去,是件极其难搞的工作。 前面说了,虽然刘廷表态可以放小溪刑场撤退,但明朝水军不归刘廷指挥,而水军并未参与议和。 11月12日,小溪刑场退出顺天,指挥一万多大军分别挤在一百五十多艘船上,打算就这么退到釜山。 临行之前,出于保险考虑,小溪刑场先派了十几艘行动灵活的小船打探航路是否通畅。 这些小船驶出顺天湾后,很快就遇到了明朝水军。 明朝水军没客气,立即冲过来,一阵炮击伺候。 三下五除二,把这些小船全干进了海底。 小溪刑场在远处观望,见明军水师开火,顿时火冒三丈。 派人质问刘廷,不是说好了吗?你怎么不守信用? 刘廷表示,水师不归我管,你得去跟陈林商量。 小溪刑场这才明白,原来水军和陆军是两个系统啊。 为了撤退,小溪刑场又准备了一批厚礼,送到陈林面前。 祈求明朝水军网开一面。 对此,陈林表示,你们这群日本人,绝不能放你们回去。 就在小溪刑场向陈林求和的时候,一只日军小船趁明朝水军不备,悄悄溜出顺天湾,前往四川向岛金义红求援。 11月16日,岛金义红收到小溪刑场的求援信,以岛金义红和小溪刑场的交情,他其实犯不着冒这个险。 但小溪军团中的有马情信、松浦镇信等部,向来与岛金家交好,岛金义红必须要把老朋友救出来。 于是,在当天,岛金义红便召集丽花宗帽、小枣穿袖包、高桥统增等人开会。 会上众将军同意延迟撤退,先救回小溪军团。 11月18日,岛金军团放弃四川登上船舰,先安排老弱病残去聚济岛,然后主力部队大约1万人乘坐500条船,浩浩荡荡,杀向顺天,为小溪刑场解围。 在行军图中,丽花宗帽和宗义制两部加入序列,三部人马汇合后,日军总兵力约2万。 日军的行动很快被朝鲜水军发现并上报,陈林和李顺臣打开地图,一致认为,岛金义红急于救援小溪行长,一定会走南海岛与大陆之间的陆梁海峡。 这个狭窄的陆梁海峡就是截击岛金军团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,伏击地点确定了,接下来就是战斗分工。 陈林和李顺臣根据前几次联军海战的表现,认为两军混编的效果不好,于是两人便决定分头作战。 朝鲜军为右路贴着南海岛北侧潜伏,明军为左路藏于昆阳主岛附近,以邓子龙带领三艘巨舰为先锋,陈林自率主力在后。 两路联军抵达伏击位置后,就如同一把钳子,一旦岛金军团出现在海峡,立刻就会被这把大钳子夹得粉碎。 日军方面,岛金义红出于安全考虑,将全军分为三队,第一队是丽花宗帽,高桥统增两部,第二队是岛金家主力,由岛金义红亲自指挥,第三队是宗义智等人率领的杂牌预备队,负责接应以及后援任务。 19日凌晨4点,日军前哨进入陆梁海峡,与朝鲜水军前哨遭遇发生激战,陆梁海战由此拉开序幕。 战斗打响后,日军凭借兵力优势将朝鲜水军击退,岛金义红闻逊指挥第二队火速前进,打算一口气冲过海峡。 但日军还没高兴多久,连军主力便扑了上来,陈林率领的明朝水师,舰船吨位大,并且还装备的大量如浮朗机、五吨炮之类的大型火器,射程远,火力足。 相比之下,日军舰船没有火炮,只能靠铁炮还击。 日军的铁炮虽然近战威力大,但有效射程只有50米,一方的火炮可以打几千米,另一方只能打几十米。 于是当双方的主力碰头后,明军依靠射程远火力足的优势,打得日军抬不起头,见形势不妙,岛金义红马上调整部署,企图以阶弦战术打败明军。 这种打法对付小船可以,但遇上大船基本上就是送死了。 明军舰船比日舰高出数米,日军无论是攀爬还是铁炮射击都是仰攻,只要明军防御得法,日军根本攻不上来。 即便有个别日军在战斗中费劲跳上明军战船,也是还没缓过神,就被三下两下撂倒。 眼看贴身死缠烂打也不奏效,岛金义红再次调整部署,决定挑柿子捡软的捏,集中全力对付朝鲜水师。 就在这时,日军认出了李顺臣的坐船,发现敌方首脑,那还等什么? 很快,大量日舰将李顺臣包围,患难兄弟遇险,陈林不能坐视不理。 随即,他就带着船队冲入战场,与日舰激战。 在战斗期间,明军先锋邓子龙表现神勇。 他率领的战船,装备了一种名叫蒙火油柜的武器,大体就类似于现代的火焰喷射器。 日军没见过这种近战大杀器,当即被明军战船喷出的火蛇,吓得是目瞪口呆。 在明军大吨位战船和高科技装备面前,一项以顽强著称的岛金义红,这次是彻底没招了,只好下令撤退,退至南海岛的观音谱。 见日军怂了,邓子龙和李顺臣冲在最前面,决定痛打落水狗。 日军被逼入绝境,退无可退,只得回舵再战,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。 明军的一艘战船因为操作不当,竟然一炮击中邓子龙的座船,而邓子龙的座船因为装备了蒙火油柜,存有大量石油,这一炮瞬间便引发大火。 日军看准时机发动街弦战,登上邓子龙的座船。 此时的邓子龙已经七十多岁,年老体衰,但他老当义壮,带领水兵与日军短兵相接。 战斗中,日军见肉搏难以拿下邓子龙,就用铁炮射击。 邓子龙躲避不及身中六强,胸膛被击穿,战死当场。 混战之中,朝鲜水军也出了问题。 李顺臣率作舰冲锋在前,同样也被日军的铁炮弹丸射中胸膛,英勇战死。 临死之前,李顺臣吩咐左右一定要保密,等战斗结束后再公布消息。 但只包不住火,消息还是很快传开了。 邓子龙战死对明军水师影响不大,因为总指挥陈林还在。 可李顺臣是朝鲜水师总指挥,他战死了,朝鲜水军失去主心骨,顿时便陷出溃败之势。 朝鲜水师出了问题,这导致战局由一边倒又变成了拉锯战。 到了上午11点,岛金义弘感觉力不能支,下令突围,陈林当然不可能放过他,下令追击。 而趁着联军专心追击岛金义弘之际,小西行长一声不吭,脚底抹油,顿出顺天弯。 逃到了釜山,陈林得知小西军团逃脱,懊恼不已,旋即便下令分兵追击,一路登上南海岛,肃清岛上的日军残部,一路在海上寻意捕杀掉队的日军散兵。 这是最后的机会,能歼灭多少是多少。 事后,根据统计,明军和朝鲜军在陆梁海战中合计损失近千人,而日军的损失就极为惨重了。 根据岛金家武士渊边真元所著回忆录高离军爵的记载,参与海战的岛金、丽花、高桥等几家从兵半死了,也就是两万多人战死一半。 其实,渊边真元记载的数据还是网低了爆的,因为开战之前,岛金军团有500条战船,战后清点仅剩50多条,海战向来比陆战残酷。 一条船沉了,整条船的士兵都可能会被淹死,损失了九成的战船,这也意味着仅岛金一家就损失了至少八成的兵力。 由于赔光了大部分家当,所以当两年后的官员核战爆发时,岛金家残道只能派出1500名萨摩武士参战。 11月20日,逃至釜山的小溪军团和岛金军团匆匆登上归国的舰船。 12月,少部分仍然留在朝鲜的日本残兵企图由蚁山偷渡,被陈林率军歼灭。 至此,历时七年的万利朝鲜战争也终于落下帷幕。 战争结束后,明军班师回朝,多年不上朝的万利皇帝升作武门接受百官朝贺, 亲自下令处决日军俘虏,并向天下发布平窝照。 这道胜利诏书内容很长,其中的一句义武奋扬,跳梁者虽强毕露, 与西汉时期的名犯强悍者虽远毕诸一样,都是我国古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典范言行。 朝鲜方面,对明朝的大力付出感激不尽,朝鲜宣祖李延亲书万折毕东再造藩邦, 令人刻于今天韩国首尔大统庙附近的南汉山。 1704年,朝鲜诉讼李吞在位期间,又特意在汉城设立大报坛,用以感恩明王朝。 这座大报坛存在了204年,直至1908年,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,被日本殖民当局下令摧毁。 对于日本人而言,大报坛是封臣秀吉时代战败的耻辱,不能留。 回看万历朝鲜战争,虽然战场仅局限于朝鲜半岛,但意义却不小。 日本人第一次显示其野心,试图对外扩张领土,被打的是头破血流。 由此,日本不得不收敛野心,东亚地区也迎来了近300年的和平。